无量寿经学习班报告 尊敬的师父上人 诸位法师同修大德大家好 惭愧弟子黄柏林报告 题目 教育人人为因果知廉耻 太上感应篇汇编第二十句 正己华人 诵司马温功 忠厚正直 明文海内 齐居落也 风俗为之一变 莫不敦上明节 修谈获利 人人知未廉耻 后生欲行一事 必相戒约 无为不善 恐司马端明所知 这一段的白话解说 宋朝的司马温功 就是司马光 他为人忠厚正直 得风远近文明 他居住在洛阳的时候 当地的风俗 因为他而改变 莫不敦上明节 就是说 没有不崇尚 节操 爱行名誉的 也不好意思谈财力的事情 就是谈获利的事情 大家不会互相争利 那么人人都知道敬畏 知未就是知道因果 或是敬畏法律 而且有廉耻心 就不敢去做坏事 他的后代子孙 想要做一件事情 都会互相告诫对方 不要做不好的事情 不要做坏事 恐怕司马端明会知道 就是司马温功 会知道这个事情 这一段的重点是 为什么司马光 住在洛阳 那个地方 风俗为之一变呢 这里 我们引用 群书制药里面 有一段开示 为什么圣人 能够这样呢 就像师父上人 提倡三个根 提倡传统文化 一样的道理 虽然老法师 人在香港 讲经说法 但是 只要他提倡三个根 全世界所有学佛人士 以及学儒家传统文化的 这些弟子 都能够响应 你看 在大陆的 刘素云老师 陈大会老师 还有很多 传统文化的老师 他们大力地推动 传统文化的论坛 风起 云涌地展开 影响的层面 非常的广 中国国家 中国国家领导人 习主席 他到欧洲去参观访问 特别强调中国传统文化 汤恩比博士 也讲 唯有大乘佛法 孔梦思想 可以救全世界 我前几天听他们讲 现在在中国大陆 把传统文化的课程 也列入了小学 国中跟高中的课程 所以 司马温公 他住在洛阳 能够改变当地的风俗 在群书制药里面 就有提到 先王之人 有好善上德之性 先王 就是我们老祖宗 我们祖先的智慧 孔梦的思想 这些就是我们的先王 就是我们的老祖宗 他们知道 我们的人性里面 有好善上德之性 如果用佛家来解释 人人都有如来智慧得相 只因妄想执着 而不能证得 也就是六祖大师所说的 何其自信 本自清静 何其自信 本自具足 这个本自具足 根本自清静 就是好善上德之性 所以 儒家从这个角度来谈的话 跟佛家讲的 其实是无二无别的 而又贪荣而重力 老祖宗知道 人都有善良的一面 人之初性本善 就是好善上德 性相近 习相远 那个性相近 本性都是一样的 本性都有如来智慧得相 但是习相远 就是下面这一句话 而又贪荣而重力 贪荣是贪慕荣华富贵 重力是重力轻易 在利益当头的时候 就忘记了人人本有的决心跟智慧 在六根接触六成的第一念 没有问题 那个是见闻觉知 但是第二念就生起无名烦恼习气了 我们说 一念无名生三细 境界为圆 长六粗 我常常比喻的 你喝酸辣汤 第一口 舌根碰到味尘 你知道它是热的 是冷的 是温的 那个知 就是我们的灵知性 三十信念里面讲的灵知性 就是我们本有见闻觉知的妙用 就是我们的自信 但是第二念的时候 我们就守不住了 为什么 我们没有三昧 没有定慧等持 没有禅定智慧啊 所以第二念 妄想分别执着就现前了 那个烦恼习气毛病就来了 那么第二念是什么 就是分别执着 这个酸辣汤是冷的 没有热腾腾的 我们的习性告诉我们说 热腾腾 再加点辣椒跟胡椒粉 哇 很好吃 对不对 那就是什么 那是我们的习性 毛病 我们习惯养成而不自觉啊 所以禅宗里面讲说 知见立之即是无明本 那个知见如果能够保持不动 那是三昧啊 是甚深禅定啊 那个见闻觉知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本来是内部动心 外部着相 但是第二念起来的时候 那个知见再立一个知 本来第一个知是佛知佛见 清楚明白 就是我们本有的决性 就是好善上德之性 但是第二念知见立一个知 我知 我要 我贪 我爱 我撑 跑出来了 我爱就出来了 我贪也出来了 如果没有热的话 那就我撑了 哎 老板这一碗我不要 我要热的 我不要冷的 他不为你煮的话 你就我撑了 你一定是这样的反应 为什么 因为毛病喜气 在阿赖也时里面 种子起现形 现形熏种子 这些都是累世以来 所累积喜气毛病的 阿赖也时的种子 所以第二念 知见立之 即是无明本 就是烦恼的由来 圣人之道 先王之道 所以我们佛家讲 勤修戒定会 习灭贪嗔痴 习气毛病这么重 怎么办 来认识佛教 来三规一 三规五戒 三学六度 修戒定会三学 修六度菩萨万恨 那我们透过忏悔 透过持戒念佛 透过改过 学习这个三个根 毕子归 太上感应篇 实善业道经 这样的话 慢慢的就可以去除 我们那个习气 那个贪荣而重力 就是我们的明文力养 贪荣而重力 事实上就是什么 就是自私自利 贪嗔吃慢 明文力养 五欲六成 儒家的圣贤 也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贵其所上 而义其所贪 任何一部传统文化的 善书 论语 孟子 大学 中庸 群书制药 所有善书 都是在讲这个重点 贵其所上 而义其所贪 来显扬 显发 开发他本来这个性德 这个好善 善德的这个性德 善的一面 把它先开发出来 我们讲善有善感 恶有恶感 而义其所贪 义就是什么 压制 降服 调服他的习气 他的贪欲 所以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 伦理道德因果 你学伦理道德 你就不愿意去做坏事 不愿意去做恶事 修于做恶事 修于做坏事 但是 你如果明白因果 你就不敢去做恶事 贵其所上 能够把他的性德 开显出来 能够把他善的一面 开显出来 那么 礼让心 故礼让心 那么礼让的心 就能够发展出来 心就是 心圣的心 就是发展出来 以其所贪 能够调服 压制他的贪欲习气 那么 他的廉耻心就会存在 司马温公用的 就是先王的道理 他用这样去教化众生 《群书制药》里面讲的 制民之道 物赌于教野 还是要教化 今天科技这么发达 媒体网路这么发达 物质生活不断的提高 大家在追求物欲的生活 往往会丧失了我们 本有的清净的佛性 也就是刚才讲的 崇尚善跟德行的那一面 就会消失掉 所以 必须要透过教育 老法师说 圣贤是教育出来的 好人也是教出来的 坏人其实也是教出来的 坏子孙也是教出来的 好子孙也是教出来的 所以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一定要透过教育 看陈大会老师 举办圣贤教育论坛 谢总道德讲堂 你说有没有感应道教 有 影响层面太大了 把人性善良的那一面 开发出来 把孝顺的那个天性 开发出来 把那个恭敬心 开发出来 这就是教化 所以 治理老百姓最好的方法 不是法律 不是武力 是文化 文化的力量影响太大了 而且政法的力量 影响更大 这样 你就一心一意地去推动教化 你就能够改变这个民风 就这里讲的 让民众能够敦上民节 他就休谈获利 那么人人就知因事果 能够知道礼仪廉耻 台湾发生一个案例 这个事情 对于全台湾人心影响很大 台湾的佛教 传统文化 不能说不兴盛 但媒体污染严重 电视台一百多台这么多 可以算得出来的 就有五六台佛教电视台 也不过两千多万人口而已 那台湾现在的年轻人 跟全世界的年轻人都一样 受网络的影响很大 所以 老法师说 我们政法的力量 应该透过网络 电视去影响人心 你不影响人心的话 那磨的力量 就透过网络的力量 去污染人心 小孩子他不能够辨别是非啊 人之初是性本善的 那要看你给他什么样的环境 小孩子现在喜欢上网 随便都可以上聊天室 可以上色情网站 一个正姓大学生 家庭环境很好 住豪宅 他竟然从小时候就有念头 想要杀人 你说可悲不可悲啊 那我们的教育功能在哪里呢 所以当他那一天 在几个月前 嘿 他是念我们中部的一所大学名校 私里很有名的一所名校 老师都没有发现 他当那一天准备要杀人的时候 只有他在网络上跟同学讲说 他想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没有一个人发现 但是他已经有很怪异的行为 怪异的思想 在他的网站里面就有被发现 然后那一天 他准备杀人的时候 从台北板南捷运县 从龙三市到这个板桥新浦站 中间经过淡水河 中间最长三分钟吗 五分钟 报纸讲三分钟 他利用这个短短的三到五分钟里面 杀死四个人 伤了二十五个人 听说有一两位还在划手机 怎么被杀都不知道 这样一捅 捅下去就死掉 手机就划掉 连命也划掉了 这么悲哀啊 怎么死他都不知道 你看多可怜啊 所以 这个污染的力量 饿的种子 你必须要给他进化跟教育 我曾经碰到一个企业家 他相信弟子归 他相信太上感应篇 他知道人之初性本善 他跟我讲 黄警官 他说 这个正姓学生本身是病态 他生病了 他是被这个社会污染 生病了 病态 他说 如果不从教育下手 还会有很多的正姓学生们 哎 他这个行为 是让整个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跟信任完全荡然无存呢 很可怕呢 我看报纸讲 那一段期间 板南线都没有人敢坐捷运车啊 每一个人上车都带着雨伞啊 为什么 要防身自卫啊 每一个人一上车 先看对方眼神对不对 你看 你看我们本有那个习性 贪嗔痴慢疑那个疑就跑出来了 人的善良一面都不见了 只是因为这样的恶的一个习气 一个行为 所以 不管是父母 不管是从事教育的老师 乃至于我们在从事多元文化教育的老师 我们都要深切地反省 为什么社会上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大学生 你看 他杀死人以后 他的父母向媒体 向大众 向往生者跪哭啊 跪着一直哭啊 他不晓得怎么办 他家里环境很好 他不愁吃 不愁穿呢 我那个企业家的朋友 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 这个郑姓学生在杀人的时候 闻到那个血的味道 他竟然说他很兴奋 你说这不是病态吗 他完全被网络媒体把它污染了 后来 报纸把他的秘密讲出来 郑姓学生每天沉迷在什么 格斗游戏 就是那个电脑游戏 大陆叫游戏机啊 就是网络那个电脑游戏里面 有一种叫格斗生存游戏 什么叫格斗生存游戏 就是在网络上杀人吗 就是把他干掉 把他杀死掉吗 有一次 我在看陈大慧老师 他们那个圣贤教育改变命运 里面有一位家长 在分享道理 分享心得 他就说 他儿子在拿那个玩具枪 然后就跑来跑去说 指着他妈妈说 我杀杀杀 我杀杀杀 他妈妈还搞不清楚 因为他妈妈没玩这个电脑游戏 说哎 小明你在玩什么 什么杀杀杀 他跟他讲说 妈 你落伍了 他说为什么落伍 他说杀杀杀是我们最时髦的名词 他把网络的虚拟世界搬到人间来 所以你看 现在小孩子在沟通上 在待人处事上 在行柱坐卧 在言谈举止 通通失去本有善良的这一面 孔子就跟我们讲 孔子在这么久以前 他就讲这一句话了 孔子曰 导之以正 其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 这什么意思 你要来管理这些老百姓 你可以用刑法去惩罚他 刑法来惩罚他 民免而无耻 就是民众可能是怎么样 他可能不会去触犯刑法 免于刑法就是免于触犯刑法 但是他不会想到这是可耻的 民免而无耻 他不会觉得可耻 导之以德 其之以理 如果你用道德来教化他 你用礼义来作为人心的教化方法 其之以理 那么 由耻且格 所以你用德行来教化人民 用礼义来管理人民 人民不但守法支持 而且能够改过向善 这孔子已经点出来了 老子也曾经讲过这句话 老子说 法令之章 盗贼多有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法律政令越繁复 越苛刻 你规定的很详细好了 但是 走法律漏洞的盗贼 反而越来越多 就是我们讲的 你上有政策 我下有对策 所以 还是一句话 必须透过教育跟教化 才能够根本改变人心 让每一个人 都能够像司马温宫在洛阳一样 人人敦上明节 修谈获利 人人知因事果 知道理义廉耻 惭愧弟子黄柏林报告至此 请师父上人教诲 请各位法师同修大德批评指教 阿弥陀佛 黄旧四季这篇报告 对当前的整个世界社会 非常重要 现在社会也乱了 这里面讲一个 是大学生杀人 我听到过这么一种事情 没有机会就深入调查 那么这种事情 在这个世界 十数多多地方 常有啊 怎么来的 确实 是电视 网络 交出来的 他把杀人当作游戏 他不知道这是犯罪 他认为是很正常 他在玩电动玩具 你说这多可怕 那么这个事情 已经普遍 在社会上 出现了 怎么去制止 我也听到一个消息 那我这个朋友 他们去参观 潮州 黄河 黄河 道德 讲堂 看了之后 也把他的心得感想 写了一篇长信 机构 那告诉他亲眼看到一个事实 就是 在这个道德讲堂学习的 一个开网络 一个开网络的 游戏的这个老板 他在当地开了四家 那么七天的过程 让他深深地反省 忏悔 决定地把四家 这个 网吧 关闭 我这个朋友说 你这个四家 网吧很赚钱 是很赚钱 你真的肯把他放下吗 我也要放下 我对不起这些 小孩 把他们都教坏了 良心发现 那么你关掉之后 靠什么生活了 那以后再说吧 先关闭 这个七天的教训 能有这么大的 力量 那叫一个人 真正知故 能改 这不是容易死去 我相信 黄河道德讲座 里面很重视 因果教育 伦理道德 让你修于足 不好意思 这做坏事 因果报应 让你不敢足 你要认真想一想 人 在这个世界 是有期限的 不是无量受 你寿命到了时候 你怎么办 那报应就先前了 这个报应 全是三途 地狱 你能不害怕吗 不害怕 是你没有把这种事情 搞清楚 搞明白 道德讲座 把这种事情 讲清楚 讲明白 讲透彻了 还具处 过去 过去 现前 许许多多的 力振 让你 不能不相信 不敢 不相信 教育的目的 达到了 劝人 回头生安 他的一生造的 罪业很重 他的业回头 罪业就化解了 彻底回头 他就化解了 为什么能化解 他给社会大众 做一个好样子 他能回头 劝导社会大众 做这个行业的人 过过都回头 这是好事 这就是他修的功德了 这个功德 能减轻罪苦 他的影响要越大 影响越深 影响时间越久 他的功德就越大 那么 那么 律师这种事情 这 办讲堂的 这个谢总 跟我说了很多 他继续 他继续办了三年 他年轻的时候 也造罪 也造很重的罪 他能够回过头 做大善事 高阁道德讲堂 归于古全山 三年 他告诉我 接受 这个讲堂教育 有七千多人 七千多人 回头生涵 这功德不得了 真的是古人所谓 浪子回头 经不换了 他是人中的 瑰宝 稀有难逢 现在一直做下去 越做越兴旺 真感 确定没有丝毫 名利的念头 自己不要名 这到底谁办的 共产党办的 谁来领导的 我们的书记 是张领导的 你看看 阿利 不接受任何人 捐献 免得人家设施 他用这个 摩采 不受人家捐献 蔡元从哪来 他自己还有一个小企业 这个小企业的收入 完全做这个 来接受教学的人 七天 共吃共住 一分钱不要交 他说我这个小企业的时候 能够攻击得了 而且企业的经营 不但顺利 你一年上身 非常新龙 他是量力二位 他能够接受 一个月 大概接受 三百多人 他能够攻击他吃猪 一个星期 一个月可以攻击 三百多人 他就用车 人数现在就定的这个数字 我们学佛同学当中 真正体会到 佛菩萨的教会 真正把它落实在生活当中 这是我们第一个人 全心全力投入 自己经营的 这个小企业的时候 作为他的经济来源 风发手 财富是越时越多 多他你就看到了 你再细细观察 发布时 他干的时候 到德家那儿发布时 聪明智慧增长 第三个 他修武威武士 他搞了个放声乐 他们是全家 整个企业都是素食 那么在这个地方 上学七天的人 七天完全素食 他有个放声乐 要被宰杀的牛羊 他都把它买来 放声 放声乐的动物可多了 像动物园一样 这个国报 健康成熟 三种故事 拼命在干 三种国报 天天自成 这个头 这个头打得好 我这一次回到图文巴 也看了一些 也看了一些图文巴的慈善事业 做得很好 我们也是全心全力的支持他们 帮助这些 需要帮助的 贫困的 人民 最难得的 是照顾这些人的 这些照顾 他们有真诚的爱心 这个是最难得 帮助他们 解决困难 帮助他们 恢复自信心 帮助他们 再回到社会 做出贡献 我看了几书 都很受感动 这一批 善行人士 这个小城里头 很多 这个小城 有佛宝 这个小城 前途一片光明 最难得的 是照夫妻两个 热心 带头 引导大家 那么我们在此地 住了13年 我们做了一种好事 正好心 我一点 哦 这样 这是有很好的影响 往下借 继续做呢 我就想到了 我们要搞一个道德讲堂 从这开始 进宗学院的道德讲堂 仿照朝山这个谢总的方法 我就问 我们现在住宿能够容纳多少人 常驻告诉我们能容纳一百人 我们就定下一届一百人的名领 好好的选择过程 图文巴人民需要什么 我们就讲什么就叫什么 期限也是每一届七天 希望每个月办一次 谢总是一个月办两次 我们现在学习 办一次 办一年下来 经验慢慢数了丰富了 我们就办两次 三年之后 我相信有很好的效果 我们就认真办一个活动 进宗学院 多元文化合同成心 那这个讲座 那这个讲座就可以 那里面可以住两百人 那我们的名领就先两百人 那我们的名领就先两百人 那我们可以设个基金会 让全世界 爱好 这个道德讲座的 这些人士 接受他们去做 因为我们是一个宗教团体 这个合选 那这个钱专用 就用在这个方面 来到这里 学习的人 国外的 旅费自己负担 到这边来 吃住生活 我们这个不受这个费用 那么这个活动 期限就可以长一点 有一个星期的 有两个星期的 有三个星期的 有一个月的 看你学习的内容 有前身不同 有长端不一样 甚至你要求 想学什么过程 我们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私自 我们可以特别为你开库 在这个里面 我们就可以能够吸收人才 真正学得好的 讲得好的 我们把它留下来 准备再向上提升 再向上提升 我们想办研究所 正式办研究所 研究所 培养大学的老师 那我们最后的目标 就是世界宗教大学 就可以在斯蒂芬 就可以在斯蒂芬 有企业家 肯帮助我们 要办大学的时候 所以我估计 我们从研究所培养学生 到办大学 这个世界 至少需要十年 认真努力 我们这一生没法过 在佛法里头 将这些功德回向往生 决定的神 建筑 我们的目标 目的 是帮助这个社会 化解冲突 化解灾难 让全世界的人 都能够回归到 文化教育 古圣先行 我们是想象当中 伦理教育 道德教育 英国教育 宗教教育 宗教神圣的教育 我们专口 这个恐怖 其他的社会上 做的人很多 不需要 我们去操心 我们去救这一块 怎样把人叫好 对 人心本善 人是叫得好的 我们专告 这一块 现在认同我们理念的人 在这个城市 人很多 我以前这么多年 说是没有信心 这次来的是 一接触这边的 过行过夜 大家都有这个想法 都有这个看法 好像语言成熟了 成熟了 就应该做 我们随语言 不叛语 叛语言 很辛苦 未必能做得好 随语言 容易做 希望我们的同学 无论在家出家 心理上要有准备 那就是一定认真 落实佛陀的教会 要把经典 变成我们的生活 变成我们工作 变成我们厨师 带人接悟的标准 还要发心 我自己修好了 要教别人 我们这个教学 没有止尽 首先要把心量脱开 要把自私之力放下 因为有这两样东西 就一丝无尘 到后来肯定失败 没有自己 自私念头完全没有 我们愿意受苦受难 能吃苦 不怕苦 学习也很辛苦 不能苦学 就不能成就 这个语言 不容易语得 净土是难行之法 这种事情也是难行 你跟谁说谁相信 没人相信